秋之下定,这个季节的马齿馅刚好派上用场 马齿馅拿来煮水,解决了万千家庭的烦恼 它的好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今天这一视频就给大家详细分享 也许你会把它当宝一样,蒸着抢着挖回家 这种野菜大家有吃过吗? 它就是农村非常受欢迎的马齿馅 农村的野菜有很多种,马齿馅也是我的最爱之一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种植物啊,它的长相十分有特点 我们先来看它的叶子 马齿馅的叶子似马齿,所以人称马齿馅 这小小的一株植物浑身集聚了五种颜色 叶子是绿色的,金是红色的,种子黑色,花是黄色 而它的根部则是白色 所以啊,有的地方又称它为五行草 这个季节的马齿馅啊,拿来当野菜吃,再好不过了 它非常的肥嫩,吃起来口感也非常好 酸酸的 马齿馅的吃法有很多种 有人喜欢拿来凉拌的吃 也有人呢,用它拿来做窝窝头 做煎饼,或者做饺子馅,包着馅都十分的美味 大家有吃过吗? 那么秋天的马齿馅呢,也是个大宝贝 每年季节更替的时候啊,不敢是大人小孩 都有这方面的烦恼 具体详情,我会在评论区给大家留言分享 马齿馅煮水,解决了万千家庭的烦恼 朋友们一定要热水下这种植物 如果你们那里有的话,不妨采挖一些,回家备用 马齿馅做一种野菜 因为它具有较高的养生价值 食物价值,以及药物价值 所以啊,在生活中非常的受青睐 我经常看到农村的老奶奶 市场会打一些新鲜的马齿馅 但其实受卖,还非常的抢手 马齿馅啊,它又被称作是长寿菜 平时比较注重身体健康的朋友呢 可以多吃一些马齿馅 对咱们的身体呢,十分有益 就这么几颗马齿馅 今天晚上用它拿来做凉拌菜,最好不过了 好嘛,这种野菜你认识了吗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的食物知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